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这句话题我们来评价一下俄罗斯的媒体对俄乌冲突2023年的总结 俄罗斯媒体对俄乌战争2023年的总体看法是 过去的一年历史性的悲剧事件频发 但俄军战绩辉煌 乌军尽管取得了个别战术上的成功 但是彻底的丧失了战略和战术的优势 新的一年战场主动权将手于俄罗斯 击辅当局只能纠集老肉病残 苦苦支撑 临近2023年底 俄军在战场上取得了突破 12月25号 俄军完全解放了马林卡 这是遁涅刺客最难以攻克的要点 乌军经常从这个地方向盾涅刺客中心地区 实施炮击 近九年来 乌军将其变成了坚不可策的要塞 但最终被俄军夺取 彻底消除了盾涅刺客的中心区 经常遭到炮击的威胁 阿富士伊夫卡工业区 是乌军在盾涅刺客郊区的另一处复杂的防御枢 同样被俄军控制 2014年 乌军控制了阿富士伊夫卡 成为对盾涅刺客人民军发动进攻的据点 2023年的秋节 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 俄军成功地占领了阿富士伊夫卡 这对于盾涅刺客的民众而言 是最令人欣慰的消息 2023年的上半年 俄罗斯 乌克兰和西方所有专家都猜想 乌军理论上可能展开的反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军总司令扎罗日内 宣称基辅训练的军队能够击退俄军 再一次避进亚索海 开始争夺克里米亚半岛的战斗 但是这些目标乌军一个都没能够实现 反攻被一次次的推迟 结果是俄军在赫尔松和扎伯罗热 精心构筑了搜罗维军防线 2023年6月以后 西方援助乌军的装备和兵员补充到位 开始从扎伯罗热州发起突击 但是面对俄军坚固的防线和合适的防守战术 乌军一筹莫展 在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前 乌军的有身力量和装备损失惨重 美国等北约国家提供的装备损失巨大 由于反攻失败 基辅已经无力弥补兵力的损失 年底前 乌克兰新的动员法宣布 三级残疾人 妇女 军使和服兵役 并且开始为女性军人制作新的防弹背心 美国制定的战制乌克兰最后一人的战略 正在走向现实 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 让西方伙伴们对基辅失去了信任 招致西方媒体的愤怒和批评 曾经圣赞泽林斯基 是抵御俄罗斯侵略的主要斗士的杂志和报纸 如今对乌克兰战局一片哀嚎 过去积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赞助人 现在已经不倾向于向基辅提供资金和武器进行新的冒险 愿意继续援助基辅的美国政府 现在又面临着中东的冲突 不得不权衡调整自己的立场 以色列作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盟友 急需华盛顿提供炮弹和武器 以及资金和其他军事援助来对抗巴勒斯坦 无人质疑 这迫使乌克兰不得不考虑在东欧实现和平与和解的问题 如果2023年上半年没有在特别军事行动的前线取得成功 目前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俄军在苏雷达尔和巴赫莫特突破了乌军的防御 这里被称为巴赫莫特绞肉机 给予乌军有身力量大量的杀伤 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功不可没 2023年5月20号巴赫莫特战斗结束 在残酷的拉锯战中 乌军丧失了相当一部分的军事潜力 最终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瓦格纳评估巴赫莫特战斗中乌方的损失 是5万余人阵亡 5到7万人负伤 而且损失的都是乌军最训练有素的部队 为此 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2万多名战士牺牲 但瓦格纳取得的战果 成为俄罗斯2023年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成就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到了 あの dam 事项目 存在 2 3 1 2 3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